台中耶诞嘉年华往年都在台中市府广场举办 今年首度遗失柳川水岸将于12月9日晚上点灯 不仅打造全国首颗水中耶诞树 同时举办花样柳川河岸光景艺术展 ELED打造礼物和许愿池 浪漫玫瑰灯海拱门光浪等造景艺术 为夜晚的柳川增添浪漫 水利局表示柳川水岸景观改善工程去年底完工 并指办创意艺术光景展大获好评 让柳川水岸成为热门景点 延续去年热潮 市府干脆把台中耶诞嘉年华仪师柳川水岸举行 打造浪漫水岸 台中市府在柳川设置高达9公尺的水中耶诞树 树体以柳川川游不息的概念设计 树上装饰火鹤 建兰温金兰及百合等台中四大出口花会 迎接2018台中花博 耶诞树点灯及音乐会将在12月9日晚间6点半登场 9日至25日还有耶诞市及丰元阳明大楼 则依旧势力耶诞树并同步举行活动 台中耶诞嘉年华往年都在台中市府广场举办 今年首度遗失柳川水岸记者黄仲玉摄影分享 花样柳川河岸光景艺术展将于12月9日同步点灯 ELED打造礼物盒 许愿池浪漫玫瑰灯海 拱门光浪等造劲艺术记者黄仲玉摄影分享 台中耶诞嘉年华今年在6 川设置高达9公尺的水中耶诞树将于12月9日晚上点灯 记者黄仲玉摄影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